2023年四川两会期间,四川省人大代表、共情团绵羊市委兼副书记牛玉每天忙于开会、阅读文件和参与讨论。 出生于1997年的牛玉,是今年四川两会年龄最小的人大代表之一。 今年牛玉首次参加四川两会。 牛玉因钢腿女孩的身份而为人熟知,并且在短视频平台拥有近178万粉丝。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,牛玉所在的绵阳市北川县受灾严重。 被埋三天后,当时11岁的牛玉被救援人员从残员瓦砾中救出,经历30多次手术后保住了左腿,但不幸右腿大腿以下截肢。 牛玉表示,自己也曾历经阴霾困扰,很庆幸走了出来。 就是因为自己是个残疾人,就我也经历过想要把自己藏起来很敏感的一个阶段。 然后真正改变我的事情,其实真的是18年的汶川马拉松。 它是汶川首届马拉松嘛,然后那个马拉松它的主题是新生,那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人。 然后有一个人他在旁边就喊了,用四川号喊了一句妹妹加油。 就是那一瞬间突然就大家,突然就喊起来中国加油,汶川加油。 但是对于一个就是从地震里面埋了三天救出来的一个孩子来说,那一刻真的很震撼。 就你内心突然会被触动到,我觉得我这么努力,我觉得我这么厉害,这么勇敢,我为什么要把它给藏起来,我应该更坦然。 2021年,牛玉踩着机械钢腿在上海时装周踢台亮相。 如今,无论是在网络还是在现实生活,牛玉给人的第一感觉都是乐观开朗。 牛玉说,希望给人力量和治愈,让外界更了解残疾人群体,也希望残疾人勇敢地走出去。 可能在大家看来,我的视频会让大家觉得啊,这个女孩好乐观,就是好勇敢,好坚强。 然后他们就是会有人这样告诉我说,就说,嗯,我,他们为什么会喜欢你? 是因为觉得你都这么惨了,还能过得这么开心,我都没这么惨,我一定要过得比你开心。 就是那种感觉,后来就会有人去质疑我,就说,那这样算不算是去做一些卖残性的行为。 其实我觉得,嗯,我其实整个视频,或者说我一直想要去给大家传递或怎么样, 其实我在传递的,我只想传递一件事,就残疾融合。 就无非就是,嗯,希望能鼓励到更多残疾人,能走出来。 然后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视频,让更多人去了解到残疾人。 在四川两会上,牛豫关注残疾人公共设施建设,同时还就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提出建议。 牛豫坦言,成为四川省人大代表后,自己心态发生了巨大转变。 以前的他更多关心身边生活,成为人大代表后,他看到生活的岁月静好背后,是无数人在负重前行。 这一次就选上省大代表之后嘛,就是说,我觉得我自己就说不仅是作为一名青年代表,也是作为一名特殊群体中的一员。 就是说一直以来,因为我做自媒体,其实我收到了一些私信建议。 我以前可能更多就是给大家一个精神上的鼓励,其实是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真的帮助到别人。 但是就是,成为省大代表之后,就是说在大家给到我这些建议或怎么样,我是真正真的可以收集起来,去整理好。 然后作为建议交上去的。 关于未来履职,牛豫表示,作为青年和残疾人人大代表,将继续关注青年成长和特殊人群权益保护等话题,帮助特殊群体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。 关于未来的节奏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